歡迎來到新台灣星光大到 這總統大選的戰吼 現在好像打到美國那邊去了 昨天蔡英文到美國去之前 直接就罵了 他說金普聰你最近講話很不得體 特別要求什麼 叫馬英雄管管好的他的金先生 相對呢 金普聰今天也反擊了 他說蔡英文好像小孩子一樣 格局太小了一點點 今天很多媒體也有評論 兩邊都有各自的一個講法 有一個社論特別題 他說蔡英文是不是掉進了金普聰的陷阱 你上市去打的下市 可是也有人講 這個最近的發言 金普聰發言是不會傷到馬英九 我們就共同好來討論一下 另外宋楚瑜 昨天說有可能用無黨籍參選 就傳出來 說他們要跨越藍立 所謂的二次寧靜革命 這個會不會成功 另外陳志忠這個禮拜六禮拜天 開始要參政說明會 會不會把整個民進黨這個險情 受到很大的一個衝擊 我們就共同好來討論一下 來 今天我們來歡迎我們六位貴賓 第一位是這個很有名的陳立新 陳老師你好 主持人好 我們的資深媒體人輝文 大家好 敬平 大家有安 前民進黨的立法委員運鵬 有安 還有林一方林委員 跟李建南李老大 來 我們先給他看一下 這個戰吼啊 現在打到美國去 我們看看金小刀跟蔡英文的大戰 來 如果金先生講的事情是總統的立場 那就應該由總統出來講 總統真的要管一管他的金先生了 我們在國內競選要維持這個格調 不要把這些問題又延伸到國外 而且又是用一個更低的格局 更低的格調在競選 變成國際間的 大家覺得是一個不可思議的現象 我覺得他的說法 我自己是覺得蠻 偏向小孩子的義氣說法 並不是非常成熟 格局也不夠大 來 輝文 做公道別嗎 哪邊比較有道理 講的比較好 我是不敢說 第一 兩位大哥大姐面前當公道別 不過我想觀眾朋友看到 這次金浮聰跟蔡主席都到美國去 剛剛 你們在蔡金交鋒 其實他們是不應該交鋒的 因為我們明年打開選票 上面不會有金浮聰的名字 所以這個基本上是一個 完全不對等 不過我相信蔡英文主席 他會很快的調整 他這一次到美國去 絕對不是要去跟金浮聰 打水果 因為這個沒有意義 而且以後如果蔡英文主席 要回應的話 一定是針對馬英九總統講的話 才會回應 即便是吳敦毅副總統候選人講的話 你也可以不用理他 吳敦毅講的話 你就叫蘇嘉全去理他就好了 如果真的有必要遇到那種 嚇死 那些很年輕那些發言人什麼的 民進黨有一堆發言人 這是蔡英文去美國 也帶了好幾個發言人去 像莊瑞雄 陳其邁他們都跟著去 國內也有梁文傑他們留守 所以我想國內國外 蔡英文不要再跟金浮聰噴口水了 因為其實奇葛雄 我沒有辦法判斷說這個 到底誰講的對誰講的錯 但是我認為金浮聰這樣子 咄咄逼人的那種小刀作風 以馬英九總統塑造那種 溫良公儉這樣的形象 其實是不溫和的 這個對選情會不會有影響 我覺得多多灑灑會 對馬英九總統要拚的人 是加分還是靠分 你叫我做共同兵 我拜託所有的觀眾兵做共同兵 你覺得呢 我認為是扣分 來啦 問一下李老大 你覺得這個對馬英九比較有利 還是對蔡英文比較有利 這件事情我想 第一個他們兩個人 都是民國45年都屬猴的 他們兩個生日差一天 生日差一天 他們都是農曆7月 7月是猴月 所以這兩個猴年猴月的人 在美國玩猴戲 我覺得 最後說還好美國報紙不太報 這個台灣報紙報了 否則看來人家會當笑話 一個等於是 一個等於是總統邊上很重要的一個人 一個是要選總統的人 然後兩個到那邊對不對 一個向小孩子講話 一個向野孩子講話 對不對 都給人家感覺這個 我覺得這個是 台灣的選戰 為什麼一定要到美國去抱大腿 到美國去爭風吃醋 然後在那邊呢 就耍這個語言這個技巧 那個金小刀的個性就是 誰講了他一點他就要告誰 以前人家叫他這個金丁正 什麼東西報紙報紙叫丁正叫丁正 那現在就什麼叫告人家 那他的個性就是好鬥 那好鬥的話 那但是在這場去的話 會給人家感覺這個媒體的焦點呢 是被這個金抓到了 他會抓到焦點 但是問題這個焦點讓人家注意你 那注意你最後是好感還是惡感 我覺得他要考量 但是目前我怎麼看 都看不出來說 對馬英九會有好處 會有加分 相反我感覺是會 可能會對馬英九呢 會讓人家評估 如果說馬英九上了 是這樣一號人在後面抓權當政的話 那大家呢 會有一點這個是不是 是不是有一點放心呢 我覺得這是馬 把當局呢 要特別注意的 來問一下運鵬 今天有一篇 蘋果的社會 一共在美亞 蔡英文是不是會失格又中了雞 他的觀點是怎樣 他說啊 你要知道 蔡的目標不是金啊 是馬英九啊 如果把金當成對手 你就陷到金的泥澳裡面去啊 就上了什麼 就上了什麼 下市對上市的一個大檔 你如果要罵金沒有關係 可是你不應該由蔡自己出馬 這有身份 你又應該改由發言人開口就好了 馬英九真的掉到金補充 那個什麼 蔡英文掉到金補充陷阱 因為我在民進黨也是浮選出身的 那如果看到這一次金補充帶團 提早 提早蔡英文到美國去 然後得到這樣的效果的話 我會認為說 哇 以後不能說民進黨會選舉 馬英九的團隊也很高算 已經算成功了 就是說我的看法 跟這個社會論是完完全全一模一樣 下市對上市嘛 那小刀對總統候選人 那當然怎麼拚你也贏了 而且馬英九可以在台灣做何事 因為畢竟他還是中華民國總統 所以我會認為說 馬英九到底 像兩位前輩講的一樣說 對馬英九不一定有好處 是看馬英九跟金補充怎麼處理 一些突發狀況 但是如果以就選戰來講的話 蔡英文這次去美國是為什麼 其實民進黨傳統上 每次選舉到美國去就 兩個最大的目的 第一個就是募款 我們需要募款 那第二個就是說 藉由美國跟台喬的講話裡面 傳達一些兩岸 外交政策 告訴大家民進黨還是走得出去 這個形象 但是現在看起來新聞版面 就是跟金補充在打水果嘛 這樣蔡英文的目的 除了募款之外 另外一個政策宣達的目的 已經失去了 那這樣到底對民進黨來說 我覺得不管蔡英文 有沒有對金補充發言 我們都已經喪失本來的目的 這樣我們就順到了 那但是當然戰略上的成功 不代表說戰術上 馬金團隊就一定是很漂亮 剛剛被鳳凰衛士的影響 或怎麼樣 那個還是要吐出去了 那個是馬還是要承受的 但是以選戰來講的話 我還覺得說 有點遺憾說沒有辦法 在總統選舉裡面 跟金補充這麼厲害的扶選角色 說有機會可以一起競爭 一較長短 不然這是我相信 然後再說國民黨裡面 最會選舉的團隊 應該是金補充這個 帶著這支軍 林老師 林委 你們的金補充什麼 會打選戰 跟Paul 蔡英文是不是 我看他扮演的角色 可能就是馬總統叫他扮演 因為馬總統的個性 就是比較溫和的人 很多藍軍人覺得說 他太懦弱這樣子 所以可能就是需要有一個人 來扮演一個相輔相成的 這樣一個角色 所以有人扮演文的 有人就要扮演武的 所以我相信金補充 可能跟馬總統這個默契 他就是要扮演這樣一個角色 至於說他是不是 下次對上次這問題 這個是可以辯論的 導致蔡英文認為說 馬總統 總統金補充 講這句話是失格 我要提醒一下蔡英文 你去看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修理馬總統修理到什麼程度 他們幾乎天天都開黨團會議 開黨團的記者招待會 結果在會裡面這幾年 馬英九給我罵了體育完膚 有一個民進黨立法委員 甚至說馬英九就是同性戀 連這樣的沒有格調的話 都講得出來 所以我覺得如果民進黨立法委員 民進黨的其他的發言人也好 他們都可以去罵馬英九的話 我看不出為什麼金補充 不能去批評蔡英文的 這樣的一個政策的搖擺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蔡英文比較好處理方式 應該針對金補充說的話 就事論事反駁 如果你可以把它反駁到 社會大眾覺得說金補充是錯的 你蔡英文講的才是對的 那這個才是好的 你現在你自己真的是 的確你是黨主席 就跟另外一個黨的秘書長兩個人 在那邊空中交火 再怎麼樣我覺得金補充都賺到了 我們今天特別請陳一新老師 這個美國專家 現在很多人這裡面至少有一個效應 本來蔡英文去美國 這是一個大的新聞對不對 可是現在看到都是跟金補充 兩個在交火 這是不是整個馬英九 整個策略成功了 蔡英文的整個策略被打敗了 我想金補充所代表的馬陣營 在這方面的成功 不過目前為止 還沒有涉及到政策的一個目標 也沒有一個 因為還有一個政治的目的 所謂這個現在來看 都只是花邊新聞 我不認為這個 美國會重視這些事情 那麼我同意李老大說 美國的新聞是不會報導這種花邊新聞的 但是呢 當蔡英文牽涉到政策的意義方向的時候呢 那個時候美國就會注意 我想 不可能說完全 不可能都是閉門會議 總會有一些訊息會出來 蔡英文是不是能夠成功的傳達出 他拒絕九二共識 和這個堅持台灣共識 有什麼道理沒有 假如他沒有什麼道理 他這次去老實講意義不大 那麼最多見到這個第二號副國務卿 那一支 那這個是美國也算是安排得很恰當 四平八穩我認為 美國這個兩百多年的外交這個老大 這不是白當的 上次滿有呢 是這個以台北市長 還有這個黨主席的身份去美國訪問 但不是總統候選人 所以他安排 那時候唯一的副國務卿 這次呢 那則安排這個第二號副國務卿 就是層次上有差別 所以說 並沒有對不起馬英九 對蔡英文也算公平 也沒有安排他賜親祝親的而已 那這樣當然是安排得公平 但是一個 一個政策目的是你能夠 如何把政策宣揚得好 尤其在台灣共識 在台灣還沒有成形 只是虛無飄渺的一個空氣 空氣彈 那到底能不能成形還不曉得 美國就會懷疑 你這個假如沒有成形 你又不肯接受九二共識 那你兩岸怎麼下去 怎麼談下去 另外一個政治目的呢 就是出口轉內銷 出口轉內銷 這是兩黨的 都是要朝這個目標走 所以說這個政治目的來講 你如何在美國 達到一個成功的一個宣傳效果 然後顯示你是一個 有格調的候選人 有格調的總統候選人 那麼你所代表的 或者是也是一個 有格調的候選人 這個是很重要 這個政治目的呢 雙方能不能夠在 在未來幾天呢 能夠展現出來 這非常重要